快點 沒有人 沒有人 快點 快上車 快點上車 快點 快點 我開始覺得齁 為什麼要那麼無聊想這種 無人環島的情況 為了你咧 這輩子上廁所最有趣的就是這一次 太好玩了 請人玩什麼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 是你要挑戰還是我要挑戰 我們要一起挑戰 可是這是你發起的耶 可是你把難度提升啦 我是配合你 那咱們就一起攜手面對這個挑戰 還是一起嘛 但是為什麼剛剛說我老公把我們的難度提升 因為不難嘛 所以我們決定環島 不要就像人家的環島就是開著Tesla 然後看它環島會耗多少電 我們呢 就是 這個也是要看 因為我蠻在意的 我們就看看它會不會不方便嘛 對 因為我們沒有過嘛 然後呢 我們就再加一個難度 就是我們不要跟任何人有接觸 連吃飯 連買飲料 連吃飯 連買飲料 連洗澡 連睡覺 連充電 我們都不要跟任何人接觸 走一個就是屬於完全我們兩個自己的旅程 所以這套旅程叫做 無人接觸 電車環島之旅 我覺得超難的 现在呢 我们从宜兰出发 我们的店是96% 我们下一站就去花莲 花莲一个点 然后今天我们就会看 凡不要计划 能杀到哪里就杀到哪里 怎么会突然结下雨 我的天啊 而且雨势颇大 My God 我们出发的时候 明天是出太阳的耶 那我想问一下雨的这么大 我们住在野外是想怎样 不能放弃 反正就是无人接触 电车环岛之旅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能够实行 因为你出来玩 本来就会遇到很多状况 我们一定都要想办法 去执行它 因为这样子你才可以在旅途当中 发生很多那种解决状况的回忆 是不是 你偶的意思是什么 我只能任命地接受啊 老公自己挑的 我还能说什么 越来越接近花莲了 我好想要吃甜食汤哦 不然等一下你看看那个 Fu Panda之类的 没有可以 改变买 蛮好送 然后上面要标注一辆白色在伞旁边 可以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要试试它 炸弹 那你看炸弹抽油饼呢 老牌炸弹抽油饼 有耶 Fu Panda之类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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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糟糕 我想要上厕所了 现在啊 对 因为下雨了 你如果进草丛的话 你会湿漏 这里没有草丛好不好 想找一个 未日到人的厕所 第一个任务来啰 我要上厕所了 这个是不是很好 而且你车这样刚好 我就是 我要先观察一下 不然我怎么不能第一站就破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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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遇到人 这个上厕所是不是很刺激 好刺激哦 那你帮我拿着一下 然后洗好安全带 换我了 亏亏甩甩甩 我这辈子上厕所最有趣的就是这一次了 太好玩了 第一个 第一个 无人上厕所的任务 达成 达成 OK Safe 安全带 继续走 我开始觉得 为什么要那么无聊想这种 无人环岛的机会 问你勒 我只是觉得无人很酷啊 可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护证事务所门口他们下班了 没有人了啦 好像可以 对 好啦 你就这边叫 你就这边叫 我听讲 可以的 真的 那你就要放在那个 前面那里 有没有 这个台子上面 我们现在搞得很紧张 很紧张 很紧张欸 因为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状 啊 我看到了 看到 看到 桃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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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红色的应该是吧 哦 他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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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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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怕遇到人了 真的 我超怕遇到人了 而且他还有人 忽然是我现在是开着的耶 还没有关 还没有关 还没下班 我如果被看到我就回了我 哇 你拿到了耶 呀呼 我们的炸弹葱油饼来啰 我要吸楼 因为吃到那个蛋黄的地方 一定要 会喷出 要吸它 不然你一咬就会 叭啪 这么喷出来 还好 开的不是Defender 你看我为人多和善 好大方 我都不会 叫你 小心点 现在会怕了 我是给你插嘴 因为你嘴很油 你看你这个人 小人之心 你知道你刚下去哪的时候 我也超紧张的 谁选户政事务所的啊 我刚以为他下班了 谁知道他们特别认真 一般啊 大家到了花莲来啊 都会去 比如说崇德营农场 那个是很有名 那现在这个呢 是我自己呢 在Google上面找到的 大家如果在Google上面 打林顶沙丘 就会到这个地方 这里车速是不是其实很棒 这个点我觉得其实简陋了点 但是 还不错耶 很野啊 这个点 对啊 它的厕所要到上面的庙 对 才会有厕所 对要借那个苗 然后你可以在花莲洗好澡了以后 找地方洗好澡过来 对 所以这里是我们花莲的秋点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没有办法 我觉得在这边过夜 我们有点太早了 不行 以后有机会到花莲啦 我们应该会在这个地方 车速 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剩下的电量是多少 我们从宜兰是96 对 然后现在剩下67 然后现在我们开了137公里 然后用了29 29 29%的电量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往台东前进 沿着滨海公路 然后哪个地方适合车速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过夜 还有哪个地方可以洗澡 非常重要 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东河的 金尊浪点 昨天晚上有人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 他说老公我太累了 我要去洗澡睡觉了 我不要拍了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没有拍 没有 因为昨天大雨 然后又这么黑 不过我们到这里 这个点真的很隐秘 因为昨天我们刷牙洗脸啊什么 在整理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人 到早上也不去 而且我这个位置超棒的 我们车尾门这样一打开来 然后看着那个海 好漂亮哦 那你有听到那个浪的声音吗 其实在车子里面 你会很细微的听到 微微的 我觉得Model X的隔音 超级超级无敌厉害 你都没有听到那个浪的声音 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你下去听 它那个浪打到时候 其实还蛮多烧 其实很大声 因为我们就直接是在海浪的前面 然后刚好一个高起来的小堤房 我们在海岸第一线 这个地方是不是很不错 然后有厕所 然后又可以洗澡 然后夏天来的话 它只提供冷水 可是因为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因为白天 它真的蛮晒的 所以它的水其实是温温的 所以不至于你会觉得说 好冰好冰好冰 你就冲你会觉得说 诶 是舒服的 超推大家的 东河精尊浪点 现在就是离开东河 准备去帮TESA充电 昨天从花莲再开到台东 只剩下41% 对 然后到了早上的话 现在剩20% 我觉得还可以 还就是不会让你一直要去找出电状 其实老实讲 我从宜兰昨天开到台东 我并不觉得累 因为我觉得它的其实自动跟车 它的辅助系统做得很好 然后一路上我们比较颠簸的时候 我还可以调整它的悬吊的软硬度 然后像我们比如说要进到 非铺庄路面 比如说我们有去海边啊 你又可以把车子可以升高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过程上 你并不会太担心这个车子 能不能胜忍 我们现在要去台东的超冲站 我们预计到那个地方呢 这边显示的12%是到了之后还会剩下12% 其实因为你每一次 在这个图资上面 你只要直接点开来 然后它底下会出现那个超冲 超冲站的符号 其实附近很多 就跟你找加油站到底其实一样 我觉得并不会有焦虑的问题 而且当我们到超冲那边 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呢在快到的时候呢 先叫FULL PENTA送早餐 哇 好多喔 什么都有吃 美式的台式的 德式的日式的法式的 你也太夸张了吧 你在台东欸 这样子不就要算运费吗 那你就加入那个 啊 会员不用喔 好像要买179块 对不对 有鸡肉饭欸 八方云集 海南鸡饭 哦 我快到了 你到底要吃什么 这里现在没有人OK的 一个人都好 我在那边躲一家的 遇到人破宫 快点啦 现在开始充电 然后它预计我们是一个小时 充电完成 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欸 你是不是昨天的那个 洗髮精目液菌 目液菌 洗髮精目液乳 是不是都没带 对 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要直接一只叫啊 反正在这边等 可以啊 你在用那个 你知道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像我的那个关虎刀 关虎刀 然后还有那个 OK 生鲜杂货点下去 对 高丽菜呢 不用啦 夸张 鸡腿牌 不用 不要 来来来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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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赶快下去 因为它现在人在后面 哦 人还没走 等它走掉 等它没走掉 又一个 又一个 又一个不会拿到了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来了来了 两包了 已经两包在那边 它们刚好紧下来 等它走等它走 我们就可以拿了 我们在这位置还蛮好的 因为我们刚好可以放在门口啊 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 无人接触 我想 确定一下 我们总共订了三个东西 订吃的 喝的 然后还有定 生鲜用品 生鲜杂货 我怎么觉得很刺激 满满的付贝搭 这个是 我的生鲜杂货 你还买了 顺便呢 买了一堆零食 很需要好不好 OK 外送伙伴即将抵达 哎呦好紧张哦 又即将抵达啦 又即将抵达 啊那你现在这样子不行 你怎么想抵达 哎 我跟你讲这个超好用 你看这样哦 要收的时候对不对 叮叮叮叮叮叮 可能很多人会想知道 你这个在哪里买 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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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昨天晚上洗澡也沒有遇到人 然後早上也都完全到目前為止 完完全全沒遇到人 超厲害 那種 setting 成 又殘模式 好 現在我們吃飽了 而且我們的店也吃飽了 其實我覺得蠻快的耶 它這裡沒有到250瓦一小時 但是它的速度我覺得算還好 因為如果在之前在台北超沖站 大概差不多40分鐘就可以沖飽 這邊是一個小時就沖到百分之百 還蠻快的 因為我們其實一部劇都還沒看完耶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你剛好可能把它當作一個休息 喝咖啡的時間 對不對 然後就沖飽店了 又可以再上路了 沒錯 所以現在我們吃飽了 要往下一站出發 那下一站就是平東 平東 Let's go 現在時間是12點05分 其實剛剛在12點的時候 我已經路過一遍了 但沒有按照錄影鍵 大家已經很習慣這個事情 在我們的頻道太常發生 反正前景二遍就是呢 因為現在已經是12點多了 但我們人還在台東 我們原本預計今天要到哪裡 我們原本今天是預計計畫要到嘉義 可是我看今天行程這樣下去 我們會不會只有到台南 我們就又天黑了 不知道 那我們怎麼三天兩夜還台咧 我們真的也很會摸耶 不是 因為我們就臭臭的啊 吃個早餐看個電影就已經到12點了 又要吃午餐的時間了 欸 不過我剛剛突然間想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看到現在為止 會不會覺得我們整集的主角 其實是Fu Panda 我們的主角本來不是環島嗎 可是因為吃東西不能跟人接觸 然後又要買東西 Fu Panda這一集等於是賺到了耶 我剛剛突然間有一個念頭 我們回去呢跟Fu Panda聯繫一下 跟他講說我們整集都有提到他們 那他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折扣碼啊 就是有一些福利可以給有看到的朋友們 如果我們有爭取到 待會會有一段影片告訴大家 如果有那段影片的話 那就爭取到了 那如果沒有影片的話呢 就當沒發生過這件事 對 現在這一段你們也不會看到了 感謝Fu Panda 耶 這次Fu Panda真的非常的大方 因為我們成功的幫大家爭取到了 情人Player Wild專屬優惠碼 是的 那如果還沒有使用過Fu Panda的朋友們 在這邊教大家 你只要先在App Store呢 下載Fu Panda接著註冊 註冊完了之後呢 輸入你的地址 然後再來就是選餐點 選完餐點之後呢 就可以輸入我們待會要告訴大家的 優惠碼囉 那這些優惠碼呢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沒有使用過Fu Panda的人 那你要輸入吃貨情人 你就可以想手購四折優惠 最高可折200元 那如果沒有訂過生鮮雜貨的人 那你就要輸入永遠的情人 你就可以享有生鮮雜貨四折 那如果呢 沒有用過Panda Pro的會員們呢 那不得了 你一定要輸入Player Wild 你可以享有Panda Pro的首月免費優惠 超划算的 最重點是這個活動呢 只有到9月30號以前 所以大家呢 要趕快使用優惠碼 用到就賺到啦 沒錯 所以你想要訂任何東西 我們就 教夫PandaSong 各位觀眾 太誇張了啦 瞬間又下大雨了 剛剛還在大太陽 怎麼會這樣啦 我們為什麼每一次 只要環島都會遇到這個事情啊 我不知道 明明出門的時候是好天氣 然後 所以這樣我們等一下本來 因為記得點就不能了對不對 我們本來要去一個 對啊 不知道 就看待會我們到那個屏東 我們就只能且走且看囉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小心小心小心 這裡是大鳥傳統市集 可是我們看沒有人 又有人要上廁所了 我們現在 但是這個時候有點危險 因為 有點有點遠 所以其實有點恐怖 小心 好 GOGOGO 快快快 GOGOGO上廁所 小心小心小心 怎麼好像在錄飢餓遊戲喔 連進廁所啊 進廁所就不拍囉 現在換我自己躲起來了 因為我在等他上廁所 我也不能被他看到 我要躲到旁邊的草皮來 好 好了沒 喔好 這邊應該不會被人家看到吧 好了不然我也去上一下好了 我去算了 快點 趕快上車 快點上車 快點上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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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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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車走 走走走 快點走 快點走 那我怎麼辦 我也要上車 我也要上車 老婆 上個廁所 為什麼要搞得跟討難一樣啊 而且我們剛剛其實很危險耶 對啊 我們剛剛其實有遇到一個人耶 有 你看 沒有遇到一個人耶 哈哈哈哈 但還好 還好他在睡覺還沒看我們 對 Safe 我剛剛一轉身看到有一個人我嚇一跳耶 我沒看到 我完全沒看到他 就好像轉身看到喪屍一樣你知道嗎 他還要躺在那裡他是沒有動 如果他有站起來 我們的企劃就徹底破滅 徹底失敗了 所以現在我們要趕快前進 快了啦 兩點了啦 還在台東啦 好啦 台東很長嘛 喔 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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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走了 不會不會不會好